汉埃帝在历史上给人的印象是暗弱之君 西汉皇帝虽然多数有同性恋伴侣 但汉埃帝特别突出 他是断袖之辟的语言 还想以汉家江山相赠 这都给人以荒唐之感 但实际上汉埃帝比原帝城帝烟雾的多 用尽手段打击儒教对皇权的监督 想要恢复汉武帝汉宣帝的独夫之政 19岁的汉埃帝刘新一继位 看听风气为之一新 刘新原本没有机会继承地位 汉原帝有三个儿子 王正军所生的嫡子是汉成帝 另外两个儿子 一个被封为定陶王 一个被封为中山王 皆非王正军所生 刘新是定陶王的儿子 汉成帝继位后 始终没有活到成年的子嗣 就把当时刚继承了定陶王位的刘新 召入长安立为皇太子 埃帝虽然只是汉成帝的侄子 而且被立为太子 由他祖母傅昭仪和赵飞燕皇后出力 但他毕竟是汉成帝亲自考察选定的接班人 与东汉那些由外戚大臣或是宦官 通过发动政变拥立的皇帝完全不同 这就决定了汉埃帝的权力不是二手的 也不是一个傀儡皇帝 在汉朝像他这么幸运的非嫡系接班人可不多见 比如汉文帝是在汉初功臣诸禄旅逝之后 由周伯陈平定义继位的 所以汉文帝与周伯的关系一直比较微妙 再比如汉宣帝是霍光从民间找来继位的 而汉宣帝在霍光死后诛灭了霍氏家族 埃帝继位后 尔文祖父汉元帝的柔顺目睹伯父汉成帝的糜烂 他所追目的帝王典范是汉武帝和汉宣帝 效仿武宣 把汉廷的玄机旋转回霍王道杂志的汉道上去 成了刘欣拙意要做的事情 即为第二个月 他就下诏霸岳府兼胜皇室开支 作为天下节俭的表率 元成二弟沉溺于音乐 养了一大批乐人 皇室丹于享乐天下皆知 也成了皇室天命已衰的一大证据 所以把岳父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名誉 他决定亲礼政事 先是把王正军为代表的王室家族 排挤出权力中心 放逐了大司马王莽 用自己的外戚担任大司马 但并不把权力一概委任大司马处理 同时恩威并失 吕诸大臣不断处置前朝一下的中央重臣 皇权渐渐回到皇帝本人手中 这说明艾帝虽然年纪不大 但在政治手腕和谋律果决上 并不是昏庸无能之辈 他刻意恢复汉道 打压儒道 他撤销大司空 恢复御史大夫的名号和丞相 御史大夫的梁府旧历 他以身体久病的名义寻访方式 把长安及各地那些稀奇古怪的祭祀 统统恢复七百多所祭祠 重达古令开章 每年祭祀的次数达到三万七千次 另一方面 艾帝有意识地做了一些符合儒家口味的事情 他清楚儒家兴盛 灾疫四起的原因之一 是汉朝确实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 导致农民失地 农民只能去当奴婢或是沦为流民 国家的财政会减少 社会的贫富分化会加大 不安定因素也会增加 所以他刚继位就颁布献田令 限制土地兼并 颁布奴婢令 限制不同等级的人所拥有的奴婢数量 把三十岁以下的宫女放出来嫁人 五十岁以上的官营奴婢 释放为庶人 增加基层官员的俸禄 赤退残虐的官员 司法部门对大赦之前的范事不得追究 允许博士弟子施行三年丧礼等等 这些措施有些未必能够彻底施行 但显示了新皇帝的勃勃野心 他要从儒家那里争夺人正的政治主导权 而最惊世骇俗的事情 是他主动向暗流涌动的流行天命 以衰的衬颜 八起挑战 要从儒家那里争夺天人感应的神学话语权 从而避免天命转移 经历了原地成地的王道转向 埃帝时期的朝野上下已经弥漫着浓重的 改朝异性氛围 汉氏的合法性危机到了黑云压城城与催的程度 人人都说汉家作为遥后 其得已衰 按照武德忠实 接下来要由顺的后人来受命 一般来说皇室面对这种谶言是非常尴尬的 如果打压禁止 对赌信鬼神的汉朝人不仅没用 反而会反弹 如果置之不理 谶言也不会消失 灾疫还会愈演愈烈 例如汉埃帝继位前 如生古勇 曾给汉成帝尚书说了一句话 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非一人之天下也 大臣给皇帝尚书 先把皇帝教育一番 说天下不是你们刘家的 这在后世不可想象 在昭宣时代 也必招来杀身之祸 但汉成帝却不以为武 还很受感悟 这就说明连皇室包括皇帝本人 也是改姓一代为必然之理 提人甘忠可趁机向汉成帝兜售 解决汉家德衰的办法 主张更寿命于天 也就是二次寿命 不过当时刘相对此很不以为然 就上奏说甘忠可谣言惑众 甘忠可被下狱 死在狱中 挨帝继位后决心主动回应 汉德中衰的衬言 刻意寻访精通此道的人 希望以其之矛 攻其之盾 顺其意而用之 在私立校尉谢光 齐都尉李寻的引荐下 甘忠可的学生夏赫良 进入哀帝的事业 李寻曾是原地丞相 萧望之的蜀官 精通天文灾意之学 常说汉家将会遭遇大洪水 在王室家族推荐下 李寻被任命为齐都尉 专门管理治水 历时风头正盛 夏赫良也主张老师的再受命之说 很对李寻的口味 李寻就举荐了他 由此可见 此时的汉庭已经完全不避讳 谈论皇室天命终衰 埃帝所面临的政治危机 到了何种程度 可想而知 夏赫良先带赵皇门 在内庭门口随时等待赵剑 埃帝多次与他深谈 觉得他从甘中可那里学来的一套东西 听上去确实很有道理 汉家隶属中衰 必须再守天命 改元一号才能避免权力的失落 这很符合埃帝的意图 操作起来也不复杂 他就在继位的第二年建平二年 根据夏赫良的设计 夏赵开启了汉家再受命的改制 这次改制在礼仪上具体做了什么 有哪些屠称祥瑞 有何种寿命之福 如今已不得而知 但改制的思路很清晰 既然是再寿命 就把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疆元年 既然要让瑶的后人 善让给顺的后人 那就不妨给自己加上顺的称号 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并大赦天下 这个称号实在太诡异了 顺的后裔是陈氏 往往在追溯祖先的时候 也是追到陈氏和顺帝 把陈家诸帝号之上帝号里 同时保留留性 这就意味着 哀帝既是遥后又是顺后 这种做法会有些异想天开 也的确是空前劫后 但平心而论 埃帝敢于回应如此重大事件 还能创造性地尝试解决问题 确实有五宣之风范 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 事情悄然发生了变化 李寻谢光看到夏赫良的建议 被皇帝采纳很是振奋 想一蹴而就 借着再寿命改制的机会 掌握外朝大权 这显然冒犯了埃帝 他重用夏赫良是要把儒家的这套 德衰 寿命理论的阐释权 抓在自己手里 不是要伪证于他们 李寻的做法等于是政变 埃帝马上下招 废除改制 处死夏赫良 李寻和谢光被流放到敦煌 一场奇异的再寿命改制 轰轰烈烈地开始 匆匆忙忙地结束 以至于后人常说这是一场闹剧 将其作为埃帝不成皇冠之重的证据之一 其实放在汉朝人浓厚的鬼神观念和身心不移的儒家信仰背景下看 这并不像一场闹剧 埃帝很清楚这次改制的边界 自始至终 把控着节奏 他亲自发动 亲自终结 很明显 只是想以汉武帝原始儒学的方法 用形式上的再寿命 来弥逢物意 引导舆论 一旦察觉改制 要挣脱皇权的掌控 向着实质性的政变演进 他就果断停职 以绝后患 所以这并不是闹剧 甚至颇有一些帝王术的色彩 与之相似 埃帝对董贤的意图也是耐人寻味的 以他追目武轩的宏伟报复 和身处汉室末世的烟狱心态 以及聪慧的才能 他眼中的董贤 不太可能只是一个身体欲望下的宁性 而是他对汉室走向的重要安排 试想 假如埃帝长寿 董贤未必不会随之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家 到那时 埃帝再把江山禅让给爱人 难保不会被认为 是姚善让给顺的壮举 但病痛的身体 早逝的食运 阴雾的心理 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埃帝已区区二十几岁的年龄 承受着有汉以来所有的代价 汉武帝完成的见证 使皇权集中在中央 皇帝高度专制 诸侯王已无力无心拱位 所以埃帝在世时还可以比较牢固的把控政权 一旦突然身死 权力瞬间旁落 在流性改姓一代的背景下 他留下的权力真空导致了汉朝统治的权力危机 汉宣帝完成的建国形成了王霸平衡的汉道 但儒家经过元城两代帝王的推崇 到埃帝时期已经演进为朝野深入人心的信仰 且与灾疫服命密切结合 霸王之道的平衡被打破 汉宣帝设置的中朝外戚 外朝儒臣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 也因为外戚王室家族的儒家化而消解 惊人陈坎里说 汉家天下的文化危机 先于社会危机来临 神学权威先于政治权威衰落 政治文化的危机 反过来又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危机 再加上频处的灾疫 连续两代皇帝决赐 皇室的命运已经注定 埃帝这个年轻的病理皇帝怎么承受得了呢 带到埃帝身死 往往仓促掌权 并在朝野的赞许之下 以劳永逸 确定了宗庙的礼仪制度 把埃帝改回去的交赐制度就改了回来 从汉原帝初次启动宗庙改制至此 三十年间 皇室对着宗庙和交赐的改制 反反复复不能定夺 又没有能力置之不理 意味着皇室已经失去了主导政教的权威 而这两件事最终成就于王莽 又恰好证明了 王莽既能够稳定政局 又有资格定夺改制 至此汉室的权力已经彻底被王莽掌握 人们也更加相信 选择王莽就等于选择了理想 选择了正义 只有王莽才能将儒家改制 从这些宗庙祭祀的礼仪制度 向实质性的经济 财政 文化 内政 外交 等全方面的改革 大踏迈进